日本唯一以国台语为旅日华人做电话咨询服务的志工团体关西生命线 庆祝成立25周年了 那么在大会上蔡明耀处长特别颁赠应有关怀众生生命无价字样的银谈祝贺 更推崇创办人梁碧玉25年来的无私奉献 日本第一支同时也是唯一用台语和国语做电话咨询服务的专线 关西生命线举办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 包括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蔡明耀与日本各界来宾应邀出席请贺 在抒情的关西生命线之歌的歌声中 纪念大会拉开序幕 首先全体为以示志工进行默祷 感谢他们毕生的付出 成立于1990年的关西生命线 是由旅日侨胞梁碧玉所创办 当年因为接二连三发生台湾女性自杀事件 让她兴起这个念头 对于梁碧玉的无私奉献 25周年纪念执行委员长代理大骨头 也表达了由衷的谢意与敬意 梁碧玉表示 一路走来心中只有满满的感谢 为了感谢关西生命线 在旅日侨胞面临人生关卡脆弱的时候 及时提供咨询服务 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蔡明耀 特别颁赠应有 关怀众生生命无价字样的银潭 表扬梁碧玉25年来的贡献 这25年来她用台湾语台湾话 还有中国语给听话 来服务住在关西地区的 碰到困难的女性或者是男士们 用她的真诚来开导她们 来引导她们走出困境 那么她的努力也获得日本社会 曾经新闻也给她一个奖状 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乔务委员会也对她的贡献 表示肯定也给她一个奖章 那么我们办事处也给她一个纪念 希望说她能够继续坚持 做这种服务社会 服务人群的工作 关西生命线服务25年来 一共接获超过7000通的资商电话 对象涵盖留学生 在日华人 与日国人 以及国际婚姻配偶等 对日本社会助益良多 曾经在2011年荣获日本内阁府 特命大臣联访的表彰 以及在2014年获得 乔委会委员长 陈世葵颁赠海华荣誉章 纪念会上 大家除了以日本媒体的报道来回顾 来自台湾的大中小合唱残 也特地前来献歌祝贺 梁碧玉的公益奉献精神 为台湾人欢喜奉献的特质 树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 台湾航官电视吴敏如 日本大阪采访报道